我们主要是要学到那个 这个LeasterView的控制项的基本功能 那这个LeasterView的算是4.0之后新的控制项 这个名称跟那个 那个Enjoy那个名称一模一样 不过Enjoy里面的那个LeasterView不是资料控制项是 只是显示资料而已,它不是资料控制项 范本 如果做分页控制,分页显示,那我刚刚讲过 在那个DataList做不到的,这边做得到 但是需要用到这一个,叫DataPage控制项 那它有些独门的密技 还有样板的部分怎么去设定,有一个Layout的这个Template 跟Item的Template,这个部分要做怎么样的设定 OK,那首先的话,这控制项基本功能 那它这地方的话呢,特别注意就是说它这边有一个,就是它是全新的一个资料控制项 在4.0之后才产生 然后呢,它能够像DataList,就我们刚刚做的 能够连续将资料显示在网页 而且可以自行决定显示的形态 那最重要可以搭配这个东西,叫DataPage控制项 使资料呢,具有分页功能 同时的话,LeasterView呢 还能够在不撰写任何程式下 做什么呢 做资料的排序 新增 和删除 可以新增 可以删除 那其实不能修改 没有办法修改 所以如果你要修改资料的话 那这个 控制项也是做不到的 其实这边讲的就是 DataList的缺点 它就几乎都改善了 比如说呢,刚刚讲什么呢 它能够 分页 有没有 刚刚这个DataList不能分页 如果你DataList要分页的话 要另外自己写程式 然后呢 分页,还有就是说 排序 跟新增 删除 新增跟删除功能 这几个我想这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差异点 这个资料来源,我想这地方 它需要一个item的template 它一个范本 才能够正确显示出来 范本部分后面我们再讲 如果制定范本 那这里的话有个重点是说 控制项这个List view的控制项的范本 其实